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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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恭喜 好 恭喜 等一下 大家有没有留意 这张桌上很多东西都是圆形的 蛋糕就是圆形 杯口是圆形 杯墊是圆形 碟也是圆形 铁饼也是圆形的 你们的观察力都很好 小智 既然你提出这里有很多圆形的物件 不如就你讲解圆形的特性 好 没问题 圆形是一个平面图形 圆形边界的线就是圆周 圆形的中心点是圆心 圆心和圆周上每一点的距离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从圆心到圆周上的一点 画出一条直线 直线就是这个圆形的半径 我们在一个圆形内任意画半径 半径的长度都是一样的 一个圆形有无限条半径 圆周上任何两点之间最长的距离就是直径 如果我们将直径这个线段画出来 我们会看到它一条直线 由圆周的一点出发 穿过圆心 再去到圆周的另外一点 我们在一个圆形内任意画直径 直径的长度都是一样的 一个圆形有无限条直径 而直径就是半径的两倍 那就是说 如果圆形的半径是五厘米 它的直径就是十厘米 如果圆形的直径是十五厘米 它的半径就是七点五厘米 小智说得很清楚 看来你对圆形的认识都不少 你们知道圆形半径和直径是直线 那圆周又是一条什么的线呢 是曲线 家超哥哥 圆周的长度可不可以量的 当然可以 不过我们要利用一些工具 去量度圆周的长度 不如我们一会儿吃完东西 我给你们一些工具 试试自己量度吧 好啊 我这里有几罐罐头 你们试试用桌面上的工具 量度罐头顶部的圆周 不过这里有这么多工具 你们要选择合适的东西 来量度 周界是长度 量度长度当然是用间尺的 但用直尺来量度曲线 好像有点难过 好啊 用完绳和筆 那就可以了 我先用绳围着罐头 然后在绳上面画上记号 将绳拉直 就可以在直尺上面量度到周界的长度了 周界的长度 周界的长度 大约是17.3 周界的长度 要有长度的单位 是17.3厘米才对 对 我们除了用以上的方法量度 我们除了用以上的方法量度 还可以用其他的方法量度 试试用其他的工具 我知道 可以用软尺 这个罐头顶部的周界 大约是23.5厘米 而这个罐头顶部的周界 大约是26.8厘米 如果有软尺 用软尺来量度圆的周界 化过用直尺绳和笔 佳超哥哥 如果想量度圆形的直径 可以怎么做 我示范两个方法 量度圆形的直径 给你们看 第一个方法 首先要将圆形画在章子上面 剪个圆出来 对接一下 对接线就是直径 只要用间尺 就很容易度出圆形的直径 这个圆形的直径 大约是5.5厘米 至于第二个方法 我们需要两把三角尺 和一把直尺 将两把三角尺放在直尺上 要量度的圆形 就放在两把三角尺的中间 两把三角尺要紧贴圆形 两把三角尺中间的距离 就是直径的长度 这个圆形的直径 大约是17.5-10 等于7.5厘米 你们用这个方法 当第三个圆形的直径 这个圆形的直径 大约是18.5-10 等于8.5厘米 我们刚刚量度完三角尺的直径 和周界 三角圆形的大小都不一样 小霞 你可不可以想想 圆形直径和周界的关系 我们首先按三角圆形大小 排好次序 最小的圆形的直径是5.5厘米 周界是17.3厘米 大小排中间的圆形的直径 是7.5厘米 周界是23.5厘米 最大的圆形的直径是8.5厘米 周界是26.8厘米 当圆形越大 它的直径会越长 周界亦会越长 相反 当圆形越小 它的直径会越短 周界亦会越短 所有圆形 不论圆的大小 它的圆周和直径的比例都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任何一个圆形的圆周 是它直径的若干倍 这个倍数值都是一样的 我们用这些罐头做个实验 试试找个数值出来 我首先解开罐头的招子 你们知道招子长度和灌头免原舟长度的关系吗 招子长度大约是灌头面圆周的长度 没错了 我首先找圆形的直径 直径是圆周上任何两点之间最长的距离 大概是这个位置 接着直径的长度在招子上摺一下 然后接着直径的长度继续摺 直径的长度继续摺在某个位置 你们跟着这个方法试下摺吧 首先找出圆形直径的大约长度 跟着直径的长度 在招子上摺几下 你们跟着这个方法试一下摺吧 這是圓周的長度, 這是直徑的長度 圓周有一倍, 兩倍, 三倍, 直徑再多些 你們打開張招枝來看看是不是一樣 一, 二, 三 對, 差三倍直徑再多些 所有圓形的圓周, 都是有三倍多的直徑 圓形的直徑越長, 它的圓周亦越長 兩者是按著一個固定的比率增大或減少 這個固定的數值, 稱為圓周率, 大約是三, 再多些 希臘數學家用希臘字母π來表示圓周率 現在我們都是用π來表示圓周率的 圓周率π是一個無限小數, 等於3.14幾 有電腦的出現, 數學家已經可以計算出圓周率的直 準確至少數點後過億位 在一般不算, 取π為3.14, 或者7分之22, 已經足夠 圓周, 是直徑的圓周率π這麼多倍 數學公式寫成圓周, 等於直徑乘以π 如果已經知道一個圓形的直徑長度 利用這條公式, 就可以很快計算到圓周的長度 例如, 有一個圓形的直徑是10厘米, 取圓周率π為3.14 圓周, 等於直徑乘以π, 等於10乘以3.14, 即是31.4厘米 讓我考慮你們, 看看你們懂不懂應用圓周的公式 假設有一輛單車, 它兩個輪的直徑是56厘米 單車向前走, 如果車輪轉了五個圈 那這輛單車向前走多少呢? 我們可以取π為7分之22 如果車輪轉了一個圈, 單車前走的距離 就會是車輪圓周的長度 如果車輪轉了五個圈, 前走的距離就會是車輪圓周的五倍 車輪圓周, 等於直徑乘以π, 等於176厘米 單車前走的距離, 等於五倍車輪圓周的長度 等於圓周乘以5, 即是880厘米 當車輪轉了五個圈, 駕單車就會前走880厘米 沒錯, 答得很好, 讓我再出多一題考考你們 有一個鐘的秒針長10厘米 在30秒的時間, 秒針的末端運行多遠呢? 我們可以取π為3.14 我們首先要想想, 時鐘裡的秒針是怎樣走的 秒針末端運行的路徑是一個圓形 用60秒時間, 秒針末端便可以走一個圓, 即是圓周的長度 秒針走30秒, 秒針末端所走的路徑是圓周的一半 至秒針長10厘米, 即是半圓的半徑等於10厘米 半圓的直徑等於半徑乘以2, 即是20厘米 直徑等於20厘米,π等於3.14 秒針末端運行路徑的長度是 直徑乘以π, 再除以2, 等於31.4厘米 所以, 當秒針走30秒, 秒針末端便走31.4厘米 你們對圓周的公式都運行得很好 計了這麼久, 不如我們現在活動一下去打籃球 好啊! 圓形是一個平面圖形, 圓形邊界的線就是圓周 圓形的中心點是圓心 如果我們將直徑這個線段畫出來 我們會看到, 它一條直線, 由圓周的一點出發 穿過圓心, 再去到圓周的另外一點 這個是圓周的長度 這個是直徑的長度 圓周有一倍, 兩倍, 三倍, 直徑再多些 所有圓形的圓周, 都是有三倍幾的直徑 圓形的直徑越長, 它的圓周亦越長 兩者是按著一個固定的比率增大或減少 這個固定的數值, 稱為圓周率 圓周率π是一個無限小數, 等於三點一四幾 在一般不算, 取π為三點一四, 或者七分之二十二, 已經足夠 圓周, 等於, 直徑, 乘以π 如果已經知道一個圓形的直徑長度 利用這條公式, 就可以很快計算到圓周的長度 在這條公式, 等於三百多大 這一條公式, 相當於三百多大